致情網友爆料 在12月13號發布在甘肅平良某縣 中小學生家長群的一則通知 要求中小學在校學生級教職工自願接種新冠疫苗 接種費需自行承擔 每人約500元 通知稱 要嚴格按照知情同意自願接種的原則接種 但通知卻要求保密 嚴禁向外界傳播 外界分析說 中共由於在外國新冠疫苗臨床試驗屢屢受挫 因此開始轉向讓中國學生當疫苗試驗者 不會把中國的這個老百姓當作國民 老百姓的生存其實就是為它創造利益的 旅家北京華裔醫生趙忠元認為 中共此舉不排除有將學生當作疫苗試驗品的可能性 而選擇在平良推行疫苗接種是因為該地偏遠 疫苗接種一旦出了問題 相對於大城市 其封鎖消息會比較容易 中國生產的中共病毒疫苗 其安全有效性一直受到質疑 此前 一項針對高風險工作人員摸底調查中顯示 在上海市醫護界超過9成的醫護人員拒絕接種 12月12號 秘魯衛生單位表示 一名志願者接種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疫苗後 出現神經系統症狀 目前已緊急停止該項疫苗臨床試驗 新唐人記者陳翰、李明、周天採訪報導 如何 SERVED coined ry升幻水 檢疫 研획